藉由举办宴口法会 人间福报也希望能够感谢读者 长期以来的支持和爱护 人间大学凤山分校为各年龄层 规划不同的课程 不仅充实了大众生活 也提升心灵层次 分校里的枝田法师 规划设计了这次成果展的内容 他也用心编排 希望尽量呈现出每个课程的特色 这一次成果展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透过这个展览 能够让大家了解 到底在凤山分校内的每一个课程 所上的是哪一些课程 那所用的一些用具 或者是文具有哪一些 比如说第一个敦煌舞 他们所学的舞蹈里面 会用到的是哪一些器材 或者是会穿着哪一些服装 当然我们会在这个成果展上 一一的展示出来 让大家了解 到底这个敦煌舞里面 所学的 所用的 到底是哪一些 这里的课程 比较特别的是幼儿童军团 指导学童 从身心体格和群体生活的发展 学习独立的性格 在这里面 我们佛光童军 是一个很落实的团体 它是每个月 有两次的团集会 在这两次团集会当中 就仅仅两个小时 那在这两个小时当中 他们也学习到一些 可以回到家里 帮忙家里 就像我们在这边会大扫除 就很落实的 那他们孩子回到家 他们也是会去帮爸爸妈妈 做大扫除 小孩子东西有时候会掉 会忘记拿 我就会交代他们 他们都会自己做 穿自己衣服 袜子 我们来的时候 要带领巾 他们都会做 本来他们刚来 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跟他们讲 他们就会做 凤山分校春季班已经开课 开设了近30种不同的课程 提供大众选择 学员能充实闲暇的时间 同时学得一技之长 实现道场就是学校的终身学习 法界新闻 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采访报道